曾经有那么一款游戏 没有精致绚丽的画风 没有流畅华丽的战斗 这贫瘠着治愈感 满满的氛围画面 成为了2018年最受欢迎的手游 总下载量更是超过了1000万次 然而时隔5年 这部作品却仿佛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里 究竟是跑到哪里了呢? 哈喽各位玩家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旅行青蛙塔BKR 在2017年由日本游戏工作室 Hap Point发行之后 成功掀起了相当大的热议 社交媒体上都充许着用户们 在分享各自青蛙的生活 吐槽自家青蛙 不出门旅行 懒在家的都有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知道玩家们 还记不记得这款游戏呢? 今天玩家机密 就要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旅行青蛙这部作品 到底游戏现在是否一样活跃呢? 如果遗漏 或者是想要飞翔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飞翔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爱也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哟 Game Startup! 旅行青蛙 是一款放置了养成游戏 游戏的玩法简单 玩家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在庭院中收集三叶草 幸运的话 还能收集到属于护身符的四叶草 并利用三叶草 在商店中购买青蛙的旅行用品 并在家中为其打包行李 例如准备便当 护身符或道具等 当行李准备完毕后 青蛙便会自己出处旅游 并在等上一段时间后 青蛙旅游归来时 就会带回照片 守信或是三叶草给玩家 而游戏即便在玩家关掉手机以后 都依然会自动的进行 加上青蛙并没有一个定时的时间回家 因此玩家可以在繁忙的工作中 稍微空闲的时候 才打开游戏 收集三叶草 可能会看到 家里空无一人 可能会收到来自青蛙的明信片 但也可能会看到 思念已久的青蛙 躺在家里懒洋洋的 游戏的画风清新可爱 音乐轻松舒缓 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氛围 玩家可以通过游戏 放松身心 缓解压力 感受到了满满的疗愈 这部作品 在2017年11月推出以后 许多人都被可爱制的画风 给深深地吸引住 这辆旅行青蛙在2018年的时候 即便在当时只有预文版的情况下 都依然在中国市场大受欢迎 打扮了上网者荣耀 荒野行动 QQ飞车 电雨制作人等居民游戏 霸榜第一 同时 游戏也因为没有严重的课金要素 只有当玩家真的需要三叶草 来购买物品的时候 才可以自己选择 是否要课金 来节省收割三叶草的时间 而随着游戏 在中国爆火 旅行青蛙的人气 也开始扩散至全球各地 苹果App Store的全球下载量 在数个月内 突破了1000万 只不过有趣的是 当时日本媒体 就有报道了旅行青蛙的玩家地区占比 中国玩家就占据了游戏的95% 日本占据了2% 而美国只占据了1% 游戏的营收仅在中国市场 更是有着超过200万美金的收益 甚至中国上海 还开了一家旅行青蛙的主题邮局 可见旅行青蛙当时在中国是多么的夸张 游戏在爆红以后 来自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 也从工作室 She Pineri 获得了代理权 并推出了中国版的旅行青蛙 让青蛙在中国各处进行旅行 且游戏里的内容和物品也都替换成了中国文化的特色 而这两者最不同的地方 就在以青蛙旅行的地点 截然不同 中国之旅的青蛙会到中国各个城市的景点打卡 让玩家有种不必出门旅游 就走遍世界的感觉 如海南三亚的月月石灯灯塔 上海的外滩跟武康大楼 就连香港的怪物大厦与台湾的最难点碑 都有出现在了青蛙的明信片上 当然 郁文原版的也相当丰富 不仅路过了鸣鼓屋城 还跑到了著名的游马温泉 要玩家看遍了日本景点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旅行青蛙会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里呢 在讲解原因之前 先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这个游戏到底为什么会那么火 首先 就是刚刚提到的巨域玩法 影片刚才就有说到了 青蛙在旅游回来的时候 会看到他懒洋洋的在家里休息 时不时会看到他坐在床上探书 睡觉 在饭桌上吃饭 在书桌上写作 而且在游戏的讨论度 越来越高时 旅行青蛙也被不少玩家 做成了有趣的梗图 像是在家健身 带女朋友回家共诊 看蛙片 甚至变得越来越混沌奇怪 当然随着玩家开始深陷其中的时候 也开始从旅行青蛙这款游戏里领悟到了某些道理 许多人在游玩了这个游戏之后 都体会到了对远方家园的思念 有趣的是 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 日本玩家和中国玩家都对于旅行青蛙 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看法 不少日本人从游戏中 体会到了身为旺夫时的感觉 由于日本有着出差工作的习惯 所以当时不少日本玩家都觉得青蛙就像出差的丈夫一样 时常会离开家里 不定时的回家休息 且每次都会带上一些手信回来给自己 而中国这里则恰恰相反 玩家社群掀起了养孩子的风潮 因为有许多玩家都把青蛙当成是自己离乡背景的孩子 玩家就像是盼望孩子回家的母亲 当我们的青蛙去旅行了一段时间不回家时 玩家就会为青蛙的安全和生活感到操心 甚至会不停好奇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可当我们看到青蛙天天待在家 不出门旅行 无所事事的时候 就会因为青蛙每天躺在家不出门而感到焦虑 带给玩家身为家长时 为孩子着想的感受 同时也产生了共鸣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玩家都对旅行青蛙爱不失手的原因 不过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点是 当日本玩家思念丈夫的感受 传到了中国玩家社群时 许多中国的女玩家都表现出了对游戏反感的行为 纷纷表示自己玩了那么久 竟然是在养一个出去鬼混的丈夫 时不时还发跟小三一起旅行的明信片回来 因此也让网络出现了一片热意 甚至有女玩家还因此卸载了游戏 在当时掀起了一股泄油潮 在那之后 当中国版的官方释出一个宣传片时 更是让无数的玩家都感到非常的感动 诠释了什么叫每个离乡背景 在外努力打工或读书的人 都是家中老妈 有眼的旅行青蛙 游戏其实在之后 都依旧还有在稍微的进行更新 中国版的旅行青蛙 不仅可以解锁更多特别稀有的明信片 还可以自己装修不同主题的房间 让玩家把房间装饰成自己心中的模样 就连官方也都有在2022年时登上了疫情的话题 让旅行青蛙唱起防疫巨歌 来和大家一起对抗病毒 2023年还不忘来跟玩家们拜年 甚至在旅行青蛙的游戏社群中 依然可以看到 有不少玩家在互相分享明信片的各种照片 以及攻略 只是随着游戏的诱度逐渐递减 加上游戏的玩法简单 市场上有着比旅行青蛙更加刺激 且挑战性的手游 最终旅行青蛙也逐渐被市场给淘汰 慢慢地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曾经的那群玩家也都不再像过去一样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分享青蛙旅行的经历和明信片 当然在2023年游戏的官方 还是有再新增一下新内容 例如2023年初的时候 就是出了庭院下雪的效果 并申布会在后续更新 更多不同季节的庭院效果 可是之后游戏也因为不少的因素 而让玩家纷纷停止游玩了旅游青蛙 像是游戏的广告 点得又长又频繁 还有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文家对于游戏失去了过去所拥有的热情 距离游戏推出已经过去了五年之久 你们又是否依然在继续玩呢 或许萤幕前的玩家们 都曾因为想要跟朋友 有着旅行青蛙的相关话题 而选择下载了游戏 但在之后的某天 也默默地把游戏给删除 然而玩家如果有交一日 再次把游戏给重新下载的话 就会发现到 邮箱里依然充去着青蛙送来的明信片 曾经独自一人等待青蛙归家的我们 却成为了那个不回家的蛙 而那个出门远游的青蛙 则盼望着我们回家的那天 到来 旅行青蛙真的是一款非常巨异的游戏 虽然游戏的玩法 只是简单的收集三叶草 准备物品 然后放置手机 等待青蛙的归来 但与它相伴的那段时间 也绝对是许多玩家的美好回忆 不知道玩家们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们过去又是不是有沉迷在旅行青蛙这款游戏之中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这里是玩家机密